雲林西洛果菜市場工作人員 趁新鮮把一箱一箱 採收完的高麗菜搬上貨車 雖然近日中南部气温稳定 貨量增加 但盘商却表示 高麗菜的批发价下跌得非常严重 盘商解释 因为货量增加出现 供过于求的情形 所以平均交易量 也从每公斤的60元 跌到剩下6到7元左右 果菜市场董事长指出 去年8月台风过后 高麗菜的量少 一箱曾卖出4000元的高价 紧接着9月份过后 农民大量种植高麗菜 而近日来到了采收季 货量短时间内增多 所以目前批发价 一箱只剩下200元 不过农粮署早就在去年9到10月 就发出红灯市井 指出高麗菜有超重的情形 农民无奈表示赚得不多 甚至有人赔钱 直接就不采收 重新耕种其他的农作物 这下血本无归 也只能从头再来过 另外会大量使用高麗菜的 姜母家业者指出 虽然目前店内的价格 维持不变 但是会将高麗菜 加量回馈给消费者 而其中一项成本变低 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TVBS新闻将军 达文云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